文成公主入藏立下了汉马功劳,她的结局如何呢?金成公主入藏竟引起两国交战。这里是锐历史,订阅我,了解更多不为人知去为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文成公主以婚姻之名而闻名她的智慧和勇气为中国和西藏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她的结局却显为人知,那么,她究竟有没有得到善终呢?同样和她入藏传播文化的金成公主,为什么引起了两国交战呢? 文成公主,原名李雪燕,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间,江夏郡王李道宗之女,从小聪明好学。 饱读诗书,才华出众,相貌出众。 少女时代被唐太宗选为结婚对象,希望通过婚姻加强唐朝与吐蕃的友好关系。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嫁给吐蕃松赞干部,成为吐蕃皇后。 松赞干部是吐蕃王朝的第32人赞巴,是吐蕃的首领,她才华横溢,无所畏惧,善于治国。 文成公主嫁给吐蕃之前,松赞干部已经统一了吐蕃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国,但她仍然渴望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文化,于是主动提出与唐朝联姻,希望通过文成公主的到来,引进唐朝的先进技术和文化。 文成公主在吐蕃期间积极传播汉藏文化,以及她带来的汉文化和记忆,比如建筑、农业、手工业等,在吐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她还努力学习和掌握吐蕃的风俗文化,与松赞干部共同治理国家,在她的智慧和努力下,唐朝与西藏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和文化共同发展。 然而,文成公主在吐蕃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吐蕃王朝内部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在松赞干部死后愈演愈烈,文成公主与吐蕃势力集团中的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最终,文成公主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迫离开吐蕃,回到唐朝。 回到唐朝后,文成公主并没有沉迷于悲伤和失落,而是选择隐居山林,修行佛法,她致力于修行,过着清平宁静的生活,也关注汉藏文化交流的发展。 文成公主在晚年仍然关心和怀念吐蕃,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吐蕃,为两个民族的友好关系做出贡献,文成公主的死,让人感到惋惜和怀念。 她的生活充满智慧,勇气和奉献精神,她对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应有的品质,聪明,勇敢,善良,有爱心。 虽然她的结局并不完美,但她的努力和付出将永远镇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总之,文成公主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她的智慧,勇气和奉献精神值得,学习和继承,虽然她的结局显为人知,但她对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足以让她名垂青史,我们应该记住这位伟大的女性,继承和发扬她的精神品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共同。 文成公主入藏的作用非常大,对于当时的藏族来说,不论是从农业还是经济方面,这场联姻带给她们的好处还是不少的。 当时的唐太宗将女儿远驾西藏,也知道这路途遥远,为了保证自己女儿的安全。 唐太宗让沿途经过地区的官府造桥修路,建造佛堂。 一方面,这是在为公主和亲开路,另一方面这也造福了当地的人民。 再者,文成公主入藏的作用不仅仅是促进汉藏两地关系的和谐交流,文成公主入藏还带去了当时汉族发达的技术。 当时,藏族人民的农作技术不发达,大片的土地被荒废,而文成公主的到来,就开始教她们如何耕作,帮助藏族人民解决了水土流失。 田地稀疏的问题,土地的产量也在大大的提高。 同时,文成公主和侍女们也教藏族妇女纺织和刺绣技术,各种酿酒冶金造纸等技术也全部带到了藏族,促进藏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文成公主入藏的作用还体现在文化方面,公主入藏的时候还带了大量的书籍,包括历法和医药,同时藏族人的文化也传入汉族,这样汉藏两族真正地开始了文化方面的交流。 文成公主入藏的作用远远超过和亲,她给藏族带去了最实在的生存技能,这也是唐太宗的一片良苦用心。 狠心将女儿远嫁,当然要起到所有有力的作用,不遗余力地交给藏族各种东西,一方面是给女儿在藏族中迅速招揽人气,另一方面也是在显示汉族的实力。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后,两国相安近百年,自松赞干部死后,继位的是她的孙子芒松芒赞,芒松芒赞成年后,迎娶了梅庐氏持马轮为王后,公元676年。 梅庐氏为芒松芒赞生下的继承人都松芒波节,算起来在名分上,芒松芒赞是文成公主的孙辈,而刚出生的小王子则是曾孙辈。 不幸的是藏王家族直到此时。 早逝的基因仍然非常顽固,都松芒波节刚刚出世,她的父亲就在当年冬天去世了,寿命比爷爷松赞干部还要短。 芒松芒赞去世三年后,都松芒波节正式即位为赞普,也就是在同一年文成公主去世了。 都松芒波节即位时还是个幼儿,因此朝政都有其母梅庐氏持马轮代理, 一切事宜又都掌握在陆东赞家族手里。 这个局面直到十八年后才被一场政变更改过来,都松芒波节在权力斗争中取胜,巩固了王权。 但是饶有政绩的都松芒波节也没能逃过家族早逝的阴影。 公元七百年开始,这位青年赞普开始了一场浩大的珍南兆之战并亲自参与, 首先出兵唐王朝的松州、桃州等地,随即于公元七百零三年越境攻占南兆。 然而,这场胜利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公元七百零四年的冬天, 二十八岁的吐蕃赞普都松芒波节始于南兆。 总的来说,在松赞干部与文成公主联姻之后,唐帆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 彼此间的冲突多数也是到都松芒波节时期而起, 而且多数都是一些小的边境冲突, 因周围蜀国而起居多,而在武洲时期。 由于内政的原因中原的军事力量被削弱, 彼此之间的胜负次数参差不齐。 公元七百零二年九月,在娶到唐靖儿与武洲军队打了几场仗之后, 吐蕃再次请和,次年四月,又前使前来求婚,武则天答应了下来。 然而历史告诉后人的是,是,都松芒波节很快就逝于南兆, 吐蕃为都松芒波节去世所派出的告哀,使来到唐王朝的时候, 已经是公元七百零五年,在位的已不是武洲王朝的武则天, 而是复辟的唐王朝中宗皇帝李显,这次求亲虽然得到了允诺, 但是却也不了了之,此时吐蕃的赞普已经换了新人, 他就是家祖如,都松芒波节与王妃琛是赞母多的儿子, 由于史料仍旧混乱难辩,本人的学术水平又十分有限, 所以只能说,家祖如大概生于公元六百九十八年, 他是在诸多兄弟之间的王位之争中, 凭借祖母梅卢氏持马轮的支持即位的,即位时已经七岁, 神龙三年三月,吐蕃设政梅卢氏再派大臣西军热前往长安, 献马千匹,接二千两,再次为赞普求婚, 四月,吐蕃王后的人选最后确定为雍王李首李的女儿, 她同时被策为金城公主, 公元七百零九八月,随着吐蕃小赞普的逐渐长成, 吐蕃再次前使波禄星入堂, 带来了吐蕃国书极美卢氏的礼品, 这一次的礼品带有明显的庆家意味, 便即皇帝,皇后, 相王李诞及太平公主等人, 这预示着联姻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 同年十一月, 吐蕃再次派大臣上赞兔使堂, 专程前来迎婚, 于是,公元七百一十年, 真寨刚刚过完元宵节, 中宗便选定了左宵魏大将军, 和元君使杨举为金城公主的送婚室, 真寨二十八日, 在家乡度过了最后一个新年的金城公主, 沿着文城公主的足迹, 踏上了漫长的入葬之路, 金城公主入藏这年, 赤德祖赞及家祖如已经十三岁, 金城公主的年龄虽没有确切记载, 推向也应该是与赤德祖赞相仿的, 金城公主不负唐中宗期望, 虽途中徒增变数, 原本要嫁的小王子迎亲途中坠马而亡, 金城公主为了不负圣恩, 咬牙坚持入葬, 嫁给了小王子的爹, 自己原本的公公, 当时的赞扑齿代朱丹为侧妃, 金城公主入葬以后, 积极传播汉族先进的文化, 促进唐藏文化交流, 期间唐朝与吐蕃有过两次较大的冲突, 实质唐玄宗继位期间, 金城公主努力周旋, 促进两国和平, 通过金城公主的周旋, 唐朝和吐蕃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金城公主嫁入吐蕃期间, 不断力促两国保持和平友好, 两国交往频繁, 期间有发生过两次战争, 均因金城公主的极力促和, 实质唐玄宗继位期间, 开元四年, 吐蕃战败, 金城公主以谢恩的名义向唐玄宗写信, 促成两国暂时的重修旧好, 开元十年至十七年, 双方再次发生交战。 然当时, 唐盛多败少吕戳吐蕃, 唐玄宗派人宣旨, 暂谱复和求和, 吐蕃再次依附于圣唐, 暂时暂歇, 后双方以赤领为戒, 约定户部侵扰, 换来了一个暂时安宁的边境。 金城公主生于武则天时期, 于唐中宗皇帝时期入藏和亲, 在唐玄宗皇帝时期为唐藏和平努力周旋, 死于唐玄宗时期, 其一生为唐藏文化交流和和平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